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智慧天下文 上世纪70年代,一艘名为瑞扬丸的日本渔船 正在新西兰附近海域捕鱼 当船员们把沉到海下300米处的网拉上来时 却意外发现打捞上一具让人看不懂的怪兽残骸 整个尸骸长达10米 能明显看出一个细长的脖子 身上还有4个旗 整个身子已经腐烂 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恶臭味 船上的近百号船员都来看 这是个什么东西 有人说是鲨鱼 还有人说是尼斯湖怪兽 而船长对这些都不感兴趣 他只认为这样大了一具腐尸 可能会将整船鱼都污染了 于是他命令船员将其赶紧扔回海里 不过在其扔回海里之前 有一位船员感觉往里的腐烂之物非同寻常 于是他用相机将其排下来 并且还拿了几十根这个怪兽的骑须 并且按照其形状大概化了一幅草图 等到这艘渔船回到岸上 打捞上尼斯湖水怪的消息 很快就轰动了全国 很多生物学家看过照片和草图之后 他们认为这不是鱼类 而是一种没有见过的真贵生物 但遗憾的是 留下来的却只有几张照片和一张草图 尽管大洋渔业公司立刻命令在西西兰海域的渔船 重新捕捞这具怪兽的尸体 然而在毛毛大海中 却再也没能将其打捞上来 与此同时 这艘渔船的船长也因此被那些生物学家们 大骂说他太过无知 无价的史前生物尸体 竟然比不上一船鱼 简直是国际笑话 很多生物学家根据照片与谷歌图 认为这是蛇颈龙 也有人认为这是拍摄奥特曼时 丢进海里的道具 才闹出个笑话 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